字幕提供 各位參加核於鏡頭 網上的主要學 主要學的題目領先講 宗宗的淑灵真战 我们先低堂做祈祷 趁恩主我们多谢你 带我们现在的时间一起来上主一学 由我们从阿伯拉罕的婚姻 家庭来看这个淑灵真战 求主保守 带我们下面的时间 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明 阿们 好了 我们今次要看的就是 撒旦在阿伯拉罕家中的淑灵真战 撒旦不单在死海 发动了狗黄的争战 而谋算杀害阿伯拉罕 现在更加把目标 转向阿伯拉罕的妻子 撒旦要阻止审所 选选的女人 让她不能够实现 女人后裔的救赎计划 又要借着 夏格和她的儿子 以及以撒玛丽 以及以撒之间的争斗 后来 以撒的 她的两个儿子 是一个雙胞胎 以素和雅国的纷争 制造了家庭的纷争和危机 都是由撒旦挑起 但是神保守了阿伯拉罕的婚姻和家庭 为了实现未来的救赎计划 我们先来看经文 首先来看 《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七 就说 《哪里遇草 因饥荒盛大 阿保 schreiben就下埃及去 要在哪里暂居将近埃及 就对他妻子杀来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盡美的婦人 埃及人看見你迫說 這是他的妻子他們就要殺我 卻叫你存活 求你說你是我的妹子 是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及至阿波蘭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貌 法老的神宅看見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誇獎他 那婦人就被帶盡法老的工去 法老因此婦人就口待阿波蘭 阿波蘭得了許多牛羊駕駛 功勞 武勞 普碑 也說因阿波蘭妻子殺來的緣故 降大災於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照了阿波蘭來說 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 為什麽沒有告訴我 他是你的妻子 為什麽說他是你的妹子 以致我把他取來要殺我的妻子 現在你的妻子作為這女 可以帶他走 於是法老吩咐人 將阿波蘭和他妻子 並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這段經文 我們看到幾個要點 第一 阿波蘭就懼怕埃及 在埃及 因為妻子太漂亮了 怕那些人殺了他 取他的妻子 所以他就預先更改他的身份 就說他不是丈夫 他是哥哥 然後我們看到 撒旦其實計劃借了法老 娶薩拉 然後就破壞了阿波蘭的婚姻 假設阿波蘭說他是哥哥 不是他的先生的話 法老就娶了薩萊做他的妻子 那麼阿波蘭就沒有了老婆 那怎麽可能呢 生這個女人的後裔上來的計劃 救人的計劃 就不能從阿波蘭神所解說的人 的後代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撒旦的一個詭計 但是呢 神就藉著降災 懲罰 刑罰法老 加 而阻止了法老 娶薩拉為妻 上天呢 就用災難 阻止了 第四 阿波蘭罕從法老 得到許多的財富 當然呢 當 法老發現 如來 被騙了 原來薩萊 是已經結了分的 但是已經給了阿波蘭罕的那些財富 牛羊 駱駝 公路 就是 已經送出去的禮物 就不能拿回 那其實 就是 可以拿的 不過他不拿了 所以呢 阿波蘭罕就因爲 撒旦的緣故 就得了一大筆的財富 當然這個財富得來 都不是很乾彩 是吧 因爲他講大話 第二十章 一到七節 阿波蘭罕從哪裏 向南地遷去 寄居在家底 私和舒爾中間的 基拉爾 阿波蘭罕稱他的妻 薩拉為梅子 基拉爾王 阿比米勒 妻人把薩拉取了去 但夜間 神來 在夢中對阿比米勒說 你試過死人啊 因爲你取了哪裏人來 他原是別人的妻子 阿比米勒拉 卻還沒有親近薩拉 他說 主啊 連有義的國 你也要毀滅嗎 那人豈不是 自己對我說 他是我的妹子嗎 就是女人 也自己說 他是我的哥哥 我做這事 是心靜 手結的 神在夢中對他說 我知道你做這事是心中正直 我一難阻了你 免得你得罪我 所以我不容你顛著他 現在你把自己人的妻子歸還他 因爲他事才知 他要為你討告 使你存活 你若不歸還他 你當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很重要 在南地 以色列的南面 就不是埃及了 是埃及的北面 最之前就是 巴勒斯坦 加蘭地 饑荒 阿比拉罕和薩拉 就去了埃及 今次 他們千居去到南面 以色列的南面 又犯了同樣的毛病 發生同樣的事情 跟他埃及的時候很相似 所以阿比拉罕因為懼怕在南地 因為 妻子的緣故 也是怕妻子太美 被人殺了 妻子被人奪走了 就金貴身犯 再一次 顧及 再重施 由撒旦 阿比拉罕和薩拉 而破阿比拉罕婚姻 又來過 第三 神借了異夢 集被阿比米勒 集被阿比米勒 以阻止撒旦的陰謀 並且 告訴阿比拉罕 阿比拉罕是先知 這裏我們看到最早 我們發現 阿比拉罕也是先知 最後阿比拉罕從阿米比勒王得到賠償 他覺得自己不對 諸是有良心的人 賠償一些財富 一些銀 就給了阿比拉罕 我們繼續看二十一章八到十八節 這裏說的是阿比拉罕生以撒 阿比拉罕未生以撒之前 發生一件事 撒雷就出主意 因為那時候他們不生 年紀又大了 怎麼辦呢 撒雷就想了個辦法 叫他的工人 喀格 跟阿比拉罕生一個兒子 當他的兒子是借福生子 生了以撒馬尼 但相對是不喜歡的 直到阿比拉罕一百歲的時候 終於和撒拉生了一個兒子 以撒出生 以撒出生 以撒出生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看 孩子戰長就斷了乃 以撒斷了禮的日子 阿比拉罕擺設封聖的賢職 八歲老人 生兒子 很開心 當時撒拉罕見埃及人 夏格 就是他的工人 給阿比拉罕所生的兒子 欺笑 即是喚弄 笑 笑以撒 因為他心裡妒忌 因為他是工人 他都替阿比拉罕生了以撒馬尼 但他失從 就對阿比拉罕說 撒拉罕又不高興了 看到這個情況就跟阿比拉罕說 你把這屎女和他兒子趕出去 不喜歡 主母發火了 因為這屎女的兒子 不可與我的兒子 以撒一同承受產業 因為我是正老婆 以撒是我的兒子 是你真正的親生的兒子 怎麼可以和工人生兒子分家產呢 不可以 所以阿比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 就很憂愁了 不知道怎麼辦 神對阿比拉罕說 你不必為者同子和你的屎女憂愁 他為了這個 伊撒馬尼都是他的兒子 雖然不是他老婆 就是撒來生的 夏格生的 都是自己的兒子 但是很憂愁 但是神就跟他說 你不用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話 你都必須聽從 因為從以撒生的 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至於屎女的兒子 我也必須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 因為他是你所生的 既然你所生的 也有你的血統 也可以承受你的祝福 阿比拉罕也很難過 沒有辦法 阿比拉罕清了起來 拿餅和一皮袋水吸了夏格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勾給他 打發他走 夏格 就走了 這一幕也挺難過的 我相信也可能有些感情 阿比拉罕 所以他才會難過 所以憂愁 而且打發他走 那去哪裡 一個單身女子 帶著自己的兒子 是嗎 伊什瑪雷 去哪裡 死了怎麼辦 很擔心 然後夏格 帶著伊什瑪雷的兒子 再別視 那些狂野 走迷路路 走迷路會渴死的 會死的 皮底水用盡了 死了 水都喝了 喝盡了 沒有了 夏格就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 自己走開又 若有一自然之遠 相對而坐 走開 他不忍心 看著兒子死 所以很難過 把兒子放在樹下 他就討告了 他就說 我不忍 見孩子死 就相對而坐 就放聲大哭 但是呢 神有憐憫有恩 我們看一下 神聽見同志的聲音 那可能 伊什瑪雷都哭了 神的使者 從天上呼叫夏格說 夏格 你為什麼這樣呢 不要害怕 神已經聽見同志的聲音了 起來 把同志抱在懷中 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 就是 天使和夏格說說話 就是 天使會保護他們 一定會幫到他們 找到水喝 或者找到人幫他們 因為神應許 他都會成為大國 這幾多要點 第一 撒旦激動夏格 稀笑以撒 造成薩拉和夏格的紛爭 當然我們知道 撒旦的主意 不是神的心意 只要阿伯拉和薩拉自己生 那你自己出主意 就覺得 借福生子 結果生了小孩就麻煩 是嗎 那麼 夏格當然會和你爭 第二 神指示阿伯拉罕 要打發夏格 和以撒瑪利離開 到了他自己生了以撒出來之後 哈格和薩拉爭爭 彼此紛爭 以後呢 以撒和以撒瑪利可能都會爭的 同一個老爸同父異母 都會爭的 所以上帝叫阿伯拉罕 趁早打發他們走 第三 神都保守了哈格和以撒瑪利 便是許他們成為大國 神有恩典 因為以撒瑪利也是有阿伯拉罕的血統 都已經生出來了 不能回頭了 上帝勇莽殺了他們 有沒有毀滅他們 好我們繼續看 二十五章來到 十九到二十八節 阿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後代記在下面 阿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取利伯加為妻的時候 正四十歲 利伯加是巴達阿蘭地的阿蘭人 給土地的女兒 是阿蘭人拉罕的梅子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辱 就為他祈求要華 要華應找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伯加就懷了日 是子們對他腹中彼此相責 他就說 若是這樣 我為什麽活盡呢 他就去求問耶華 耶華對他說 兩國在你福類 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 這族迫強於哪族 將來大家要服侍小的 生起的日子到了腹中 果然是雙子 先產的身體髮紅 雲身有毛 魚童皮衣 他們就吸他 起名叫以掃 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 手抓住以掃的腳跟 因此吸他起名叫雅各 好 利伯加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 以掃年剩六十歲 兩個孩子漸漸長大 以掃 善於打獵 常在田野 雅各為人安靜 常駐在帳旁 以掃愛以掃 因為常吃他的野味 利伯加卻愛雅各 很趣的一段經文 第一 以掃的後代 就出現了一個雙胞胎 為什麼會生兩個孫胎呢 生一個清清楚楚 生兩個 到底哪一個才是 繼承上帝的救贖計劃呢 所以 上帝故意有兩個生出來 就是要顯明 神簡選的主權 神要選 神簡 神簡 是雅各 在母覆裡面 已經決定了 大的要服侍少的 撒旦要借著以掃和雅各的紛爭 逐漸發展成為仇恨和兇殺 魔鬼撒旦就借著 上帝的 簡選主權 而魔鬼 就要在當中 製造一些紛爭 令到 智商殘殺 兩敗俱傷 讓上帝的主權 上帝的簡選 不能實現 這是很厲害的 這就是屬聯爭戰 這就是屬聯爭戰 我們看到 撒旦在阿伯拉罕加州的軌跡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 撒旦要借著法老王 和阿比美勒王 取撒拉 為了破壞阿伯拉罕的婚姻 即是 阿伯拉罕 那些人 改變了自己的身份 說是 撒來的哥哥 這樣就撒來的 變成了 妹妹 不再做他妻子 這樣就很危險 一下子就被法老王 娶她做妻子 一下子就被 阿美美勒 阿美美勒王 娶她做妻子 這樣 事大一次 都可能 毀了阿伯拉罕的婚姻 這樣就不會有 神所 揀選的計劃 女人的後裔 救贖計劃 那個主線 第二 撒旦要借著撒來的主意 借著下格生子 而製造家庭的紛爭 所以我們看到 阿伯拉罕和薩拉 他們信心不足 是不是 那薩拉就出主意了 既然我老了 你又老了 我們還沒有兒子 不如你和 工人 哈格 是埃及人 哈格 是埃及人 那就生一個 借人的福來生子 但問題是 你和 阿伯拉罕和哈格 生的兒子 那個血統就不純了 裡面已經有埃及的血統 在裡面了 所以在淑寧方面來說 我們不可以全熟 不會和世界混在一起的意思 第三 撒旦在阿伯拉罕和以撒 以後就激動哈格 以及薩拉 產生紛爭 所以我們看到 當 哈格遺孕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下薩萊了 薩萊 自己受到很大的苦楚 很煩的 到了阿伯拉罕和以撒之後 那個矛盾更加嚴重 因為 哈格有一個兒子 以撒馬利 薩拉呢 又有一個兒子 叫以撒 以撒馬利和以撒 兩個就鬥了 一個個個一個弟子 變成 然後呢 薩拉呢 是大老婆正正的 那麼 哈格呢 是工人 是嗎 他說是小老婆 這樣就變成 兩個爭 那製造了家庭的紛爭 那兩分鐘是危險的 只要有人 一旦 動了血氣的時候 很多時候 家庭的紛爭會變成悲劇 變成仇殺 這就是魔鬼撒旦的 那個鬼計 第四就是 撒旦借著以撒和雅各的紛爭 重新引發 該人要殺我一伯的家庭悲劇 所以以後 我們在後面再來繼續看 就看這個雅各和以撒 兄弟之間 他們的矛盾和紛爭 其實這也是一種熟靈的爭戰 而且這些矛盾一直延續到今天 去到末世 好了 我們今天的主要學就到這 我們低頭做個祈禱 齊恩主要我們多謝你 帶領我們看到阿伯拉罕的家庭 在整個保守之下 雖然面對很多婚姻的危機 但是上帝保守 他們都能夠到過 我們感謝主 上帝的旨意 始終都是要成就 撒旦的舉計 是會失敗 感謝其他一封靠主耶 所謂的聖命 阿門 好 我們今天主要學就到這 說 與神祝福給你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